102 頭條日報 次了上市二十天線 2015年7月20日頭條財經P491週之繼黃偉傑上週港股走勢持續回穩 次從月十天和250天移動平均線 上週五最高見25517點 收報25415點 相對前週上升514點 升幅2.1% 結束連續四週的跌勢 國指上週五收報11850點 岸週微升9點 也結束了連續四週的跌勢 內地股市經歷前週的V型反彈後 上週呈現震蕩整固 上正中指上週初增升回4000點以上 最高見到4035點 但未能守穩4000點之上 上週四一度回落至3688點 週五收報3957點 也結束連續四週的跌勢 整體看 內地股市呈現期穩太細 中國證監會發佈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規範不合規的場外配置行為 並未對市場帶來衝擊 另一方面 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 第二季度與上半年 GDP同比區增長7% 好於市場預期 並且補七成功 耶倫 未來加息速度應援和美股方面 道指和標準普爾500指數上週分別上升1.8%和2.4% 納指表現更優勝 安州上升4.25% 而且再創歷史新高 希臘議會通過進一步改革及緊縮提案 將獲得第三輪救助 為歐美股市帶來利好刺激 另一方面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上週在國會作證時表示 過早或過晚加息都可能會危害美國經濟 他個人傾向採取審慎的貨幣政策 未來加息速度也應援和 其言論利好股市 說回港股 上週指出次從4月27日高位28588點 下調至7月8日低位22836點 累計下調5752點 約反彈跌幅的一半 將回升至約25700點水平 相信本週會繼續回升並上市20天線 該線現時處於25800水平 並每天以約60點速度下降 王偉傑 逢週一見報 走在無所謂的一個故事 走在無緣地下降 包丁